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相当中的一些眉毛的特点 在面相当中 眉毛被称为宝兽公 又称为兄弟公 它显示着命理包括感情 个性 经历 健康 寿命 那么兄弟感情 以及年轻的运势 就是31到34岁左右的运势 古人云小其人先观其眉 就是说通过一个人的眉毛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以及一生的运势 那么如果一个人的眉毛比较稀疏会怎么样呢 眉毛稀疏的人内向 文静 缺乏上进心 眉毛稀疏这种人是跟亲人的巨多离少 自己的健康也不太理想 是一种比较主观理智的人 刚才说错了 是跟亲人的巨少离多 那么第二个是眉毛稀疏的人 他有个特点就是一眼 性子比较急 但是聪明 喜欢标心立意 眉毛色淡的人 性子比较急 但是聪明 他对任何事情了然于心 也能够掌握大局 抓住重点 不会钻牛角尖 这是一个大局观非常重要 第三点 远看似有似无 那么这种思想没有一贯性 人格比较不成熟 交不到什么朋友 眉毛稀疏人表示 欺人心思思想没有惯性 人格各方面发展不是很成熟 生命里不够坚强 这种人如果是公司主管 或者是他的部下运势不会太好 也就是说他的部下等等 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 第四种是远看向白眉 这种人的反应不快 心思比较简单 白眉大侠 以前我们看电视剧白眉大侠 其实就带一点凶相 此人一辈子很难获得很好的发展 眉毛比较淡 像白眉的人 虽然没有企图性 但是只要努力 他也能够成功 所以说这种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眉毛淡的人朋友少 自私容易动感情 跟家人的缘分比较薄 人际关系比较窄 人际圈比较 比较小 朋友比较少 自私 容易动感情 就说一说 在爱情方面的运势 他们容易属于这种比较痴情 或者是心脑方面的这些 情商方面 稍微偏低一点 碰见这种爱情的时候 基本上智商 智商都为零 所以说 但是女性眉毛薄的人 她比较积极 具有工作能力 能够活跃在社会当中 各个领域 好了 有关眉毛淡 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是天阳玄机